香蕉上锅蒸一蒸,作用可真大 你肯定没吃过也没见过 简单美味,对咱的身体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群森林求关注 首先,水中加入小苏打搅拌至溶解 然后把香蕉放进来浸泡上5分钟 这一步可以去除香蕉表面的农药残留 以及各种脏东西 我们先把香蕉仔细地搓洗干净 然后直接放在案板上 来刷成7毫米至1厘米的厚片 香蕉软糯香甜,深受人们的喜爱 很多人买回来都是直接吃 其实,多加这一步,作用可大不同 香蕉中富含着丰富的B族维生素 以及葡萄糖 香蕉去皮之后,我们先给它摆入盘中 然后,加入一小把的黄冰糖放在中间 锅中,加入1500毫升的清水 香蕉皮也是个宝,千万不要把它扔掉 直接放入清水中 然后放入一个隔水增架 把香蕉放进来 盖上盖子,开小火 水开之后,蒸至冰糖融化 即可关火 时间到了不用焖锅,直接打开盖子 我们把蒸好的香蕉取出来 让这温热就可以食用啦 蒸过的香蕉,吃起来软糯香甜不燥不腻 如果这两天,嗓子就像吞刀片 水泥还封着鼻,就连上个厕所也费劲 这个蒸过的香蕉汤能让您一路畅通,变美又漂亮 香蕉简单地蒸一蒸,这可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 以后学会像我这么做,真的是太好了 快收藏起来试试吧